一边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一边是张又霞 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要亮明新一届的军委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 推动军队改革所建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2016年他就以军委联旨总指挥 视察过改造后的联旨中心 2017年19大以及今年20大后 有新军委成员产生 习近平都来宣誓 今天我和军委的一班人 到军委联旨中心来 就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和态度 日经亚洲披露 何卫东是今年8月 北京为了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而在台湾周围进行的前所未有军事演习和导弹试验指挥者 也就是说当时何卫东从军委联旨中心南下督导军业 同时监控演习过程和周边战略态势 执行习近平下达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宣誓全面加强练兵同时 中国珠海航空战 时尚第一次有歼20中将珠海近距离展示 这个也展现出了歼20飞机优异的操纵性能和飞行员 莫迹的战术配合手评 以及运游20首次空中飞行展示 三根加油软管可以同时对接三架军机 已经离地了 跑的距离非常的短 这些都是曾经现宗在台海周边的军机 中共大袖肌肉同时 恐吓示警台海一旦战争 共军已经备妥基本的战力 近新闻彭新一 蔡久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